大家好 秋冬季节一定要注重养生滋补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既好喝 又有营养的老母鸡汤的炖法和制作步骤 全家老少都爱喝 常喝身体好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只自己家养的老母鸡 然后把这架盖给它修剪一下 再把鸡屁股给它剪掉 大家看一下 这是纯正的老母鸡啊 还有鸡蛋呢 然后我们把鸡爪给它掰一下 把鸡爪给它塞到鸡肚里边 再把鸡头给它剪一下 鸡头剪了之后 给它放在翅膀下面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给它下锅炒水 最终这个时间我们切点大姜 大姜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香葱结 滋补养生啊 一定要立不了党规 有条件的话 有条件的话再给它放入一颗档参 五到六片的黄芯 这样补气血特别的有效 也可以再放两颗红枣 再准备一到两片的白纸片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生水 然后把老母鸡放进来 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适量的黄酒 再把鸡蛋就不适量给它换进来 鸡蛋也给它换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焯透 好煮透之后 我们给它打去上面的浮沫 然后把焯过水的鸡给它捞出来 放入锅中 接下来把香葱 姜片 党参 白纸片 黄芪 党规 如果不喜欢药香味的话 可以少放一点 最后再给它加入适量的矿泉水 水一量加好之后 我们给它盖上锅盖 用小火慢炖 9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 好 我们静等美食出锅 好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非常的黄啊 非常的漂亮 这绝对是正宗的老母鸡啊 纯是家庭散养的老母鸡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儿 加入啊 3-5克的食用盐 这样就可以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放 然后我们把里边的葱啊 给它剪出不要 接下来啊 我们再给它撒入少许的枸杞子 少许的葱 给它点缀一下 这样一款美味又营养的 老母鸡汤就制造完整了 老母鸡汤这样做啊 既营养又美味 而且常喝身体好 特别是家里边有体弱多病的 一定要学会老母鸡汤的这种做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电视的朋友啊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销售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